高雄男空妻呼麻敬未奶 返遭台北女修夫夺子还赔钱 高雄一名流星男子指控张姓妻子呼麻 不让他喂母乳带走小孩 最后确实流男赔钱 诶 这是为什么咧 故事要从两人先上车候补票说起 虽然张网时张女就觉得流男暴躁有大男人 但因为已经有了 前年还是嫁了 双方说好先在台北娘家住到坐完月子 但流男经常咱俩说相入罪 还对怀孕的她呼来唤去 7月儿子出生后流男也不帮忙照顾 于是她在10月坐完月子 备好儿子的母乳跟家人飞到荷兰看姐姐散心 流男竟在这时把儿子带回高雄老家 放话不再带回台北 她赶紧飞回来协商 张女指控协商时流男展现 天机的父权思想 说刘家小孩不能给其他姓氏的人照顾 且妻子户籍 前入才算嫁过来 女子最后只好肃起离婚 清秋小孩的抚养权并求偿40万元 法院开庭时流男否认有父权思想 没有对妻子忽来换句 而妻子出国后她要上班 才把小孩送回高雄老家 但妻子竟在荷兰使用大麻产品并po网 她担心母乳因此影响小孩 立即传讯要求张女回台后做大麻检测 确认体内无残留 不然小孩就留在高雄 张女在离婚诉讼调节过程 一出具大麻检测报告没有残留 她也同意张女继续喂母乳 请求不回离婚诉求 法官沈卓两人2016年10月以来分级至今 嫌安已无夫妻恩爱情义 而且双方婚姻破绽主因是流男带走小孩 所以男方责任较多 判小孩抚养权归张女 流男每月应付13608元抚养费 另外张男强行带走小孩的行为 也侵害了张女的侵权 判决应赔6万元 董新闻综合报道 晚安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